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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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大家晚安 今天我們會有很多要大家回答問題的部分 所以你們要很仔細的看 我前面先很快的先很快的介紹一下 上一次是不是有人問什麼是李三 問的人還沒來 有一個先生啊 對 他還沒來 可是我現在已經要很快的開始講他上次問的問題 我跟他答應我今天會跟他講 有聽過李三的舉手 這麼多人 那我這邊就很快的講 然後待會他來了以後 你們左鄰右舍的同學就要負責解釋給他聽 所以你們要聽清楚這樣 那為什麼李三守護會跟手作步道這件事情有關 上禮拜大家聽我們執行長講過 就是步道的 千里步道的發展 我第一個禮拜講步道的九個概念對不對 然後呢 那上禮拜盛心講到千里步道發展的四個階段 有沒有覺得很多東西都跟那九個概念有關係 有嘛 對不對 好 那所以今天更進一步是 我們要來講步道在整個 人跟自然的關係中間的定位 所以這就會講到李三這件事 那其實李三這個字 他是日文來的 日文的漢字 Satoyama 那李三基本上就是相對於澳山 社區附近的山 住家附近的山 那在日本的所謂的李三的概念 他是介於一個已開發的城市 跟完全原始未開發的自然之間的一個過渡的空間 那所以表示怎樣呢 表示步道它會 步道可能會出現在都市裡面 我上第一個禮拜有講到那個綠道的類型 有沒有 綠道類型如果是在很人類中心主義的形態裡面的時候 其實它就是像人行道 自行車道這樣的一個形態 那上次大家還記不記得我現在在說什麼 我上次說那個綠道的很多型態 比較人類中心主義跟比較自然中心主義的 到自然裡面的時候呢 那步道就不是為人所存在 它其實是以保育為主的目的 人只是就是很輕微的 不是為了人使用去做那條步道 這樣大家可以理解 那比較困難的地方是發生在哪裡呢 是發生在李三這個過渡地帶 因為呢在這裡面不是純粹的自然 也不是純粹以人為主的居住的城市 那這個時候步道的樣貌就會變得非常的複雜跟多樣 住在這個區域的人 他們有自古以來的生活方式 然後呢他也有他在這個地方發展出來的一些需求 不同的人對於同樣的一些區域想法不一樣的時候 我們待會第二段會看很多新聞 你看很多新聞你就會了解到說 主流社會呢大家對於步道的想像其實是五花八門的 當我們在講一條步道應該要長什麼樣子的時候 其實是你講的想法跟我講的想法是差異很大的 這個待會我們等到講新聞的時候再來講 那所以但是李三的重要性呢常常會被忽略 就是指說尤其其實上次講到基隆 基隆其實從以前歷史的開發 從港口交通的運輸 然後他是在一個海馬上上來就是 丘陵對不對有很多的山 然後那所以其實很多基隆人可能 從小就有一種印象就是你整天其實都在爬山 就是在自己家生活也是一直在爬山對不對 那所以其實那個山跟人的距離是很近的 然後山沿著人沿著山慢慢發展出很多的生活聚落空間 他就形成了基隆這個地方的特別的地景跟紋理 而且非常的有機 怎麼說呢就是他會隨著人的利用長出越來越多 很多不一樣的樣貌對不對 然後大家會善用山間的一些平坦的小小的基林地 去做很多事情 所以在這個裡面 李山的那一些日本的理論的部分 因為大家都 剛剛問了一下大部分都知道李山 他在日本為什麼會被提出來 然後變成全球一個知名的概念 他是從生物多樣性出發的 因為在國際的保育運動裡面 講到那個生物多樣性 講的是什麼呢 是澳山 澳山就是深山 國際在講的 像美國講的生物多樣性保育這些概念 都是原始荒野地帶的保育 但是日本他們強調就是說 在人居住的環境的周邊 其實那個生物多樣性有可能更多樣 因為人在這裡面智慧利用 就是這個智慧利用通常都是跟 在這邊居住很長久的人 然後就地取材 慢慢發展出來的一些生活智慧 那人改造了自然地景 變成是為人所用的 生產的這個空間裡面 他也會產生很多樣的生物多樣性 甚至是有可能 比完全沒有勞動之前的環境更多樣 這待會兒我們會看圖 像比如說這就是日本所講的 一個傳統的日本的李山來說的話 它的生物多樣性 它會連動到日本傳統文化 對於自然的一些三月信仰神社 所以你看這邊 通常在日本居住的這個空間裡面 神社所在的這個山上怎麼樣呢 就是不能砍伐的原始林 然後在這邊的這個 人改造的這個水田裡面 可能住著很多兩耙類 然後它的生物鏈 然後那為了要做這個建築所需要的建材 還有換屋頂的茅草 所以在這個附近 他們就會比如說種竹子 然後種茅草 讓它可以就近的來換 然後它會去森林裡面收集一些葉子 大家知道那個日本不是有一個村子 地方創生做得很成功就是怎樣 賣葉子對不對 你看它在蒐集葉子在幹嘛 做那個你看那個 你去吃日本料理的時候 不是都會用到那些葉子嗎 所以然後採野菇 採竹筍 採山裡面的蕨類 然後採新材幹嘛呢 煮飯嘛 生活啊 就是這一些都是人刻意經營的 然後養牛啊 然後所以在這裡面 天空上有這個最高層的掠食者 然後有一些蜻蜓 它是住在水深附近的 那這樣子形成的一種生物動態性 它會有人在這裡面的不同的行為 比如說去做這個森林的砍伐利用 或者是攀樹 或者是去賞鳥 或者是去戶外 人跟自然的關係裡面 生態是在裡面的 李山要講的是這個東西 所以其實 在這樣的看起來也是非常和諧的 人與自然的生態地景裡面 步道是穿越其中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東西 那在日本的李山運動裡面 其實做步道修復也是裡面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包括森林管理 因為除了神社那邊的樹是不能砍的之外 其他的他們是會定時的去整理的 所以這就是李山活動裡面 人非常多樣的 生物非常多樣的活在這個裡面 那為什麼李山 這看起來好像一切都很合理 那為什麼李山會變成是一個重要的概念 它的問題就在於 日本的這個過程裡面 就是剛剛這個裡面 秘密麻辣字裡面講的就是 日本其實經歷過李山的過度開發 然後一直到李山被棄制 就是變成很多雜木 然後沒有人管理 沒有人去利用 那所謂過度開發 那當然其實在明治維新到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最嚴重 因為需要很多木頭 好就一直砍 那等到戰後 變成是人的生活方式改變了 他不再依賴這一些 從森林裡面取用木材來燒火 改用什麼呢 改用化石燃料對不對 比如說用瓦斯用天然氣 當人開始變成是用現代化的這一些生活方式的時候 他反而斷開了跟自然生態 取用自然的傳統智慧還有生活方式 那這個時候李山就面臨了氣質的危機 就很多人會覺得說 這個讓他氣質被自然收回去不是很好嗎 可是其實雜亂的這個森林裡面 他其實也有可能像國外很多研究就會說 如果沒有去進行一些適當的管理 包括林木生產的效率還有野火 就野火容易蔓延 然後生態的這個多樣性 沒有比有人去介入管理的時候更好 所以所謂的智慧利用 怎麼樣把李山的生物多樣性的這樣子的找回來 這就是後來他們在這個巴黎的 COPES的會議上面提出來的這個概念 好 那所以現在重新找回人跟自然關係 他不是說我們再回去做過原始人的生活方式 不是 是說我們藉由清淨到自然環境裡面 參與自然環境的管理 然後呢可以讓自然扮演了這一些生物服務 生態服務系功能 比如說資源生產水源涵養防止土石流 野生動物生活的環境調節微氣候 大氣進化緩衝地 然後我們可以在這裡面有一些文化的感受 然後環境學習等等等等 然後那你也可以在現在去重建一些 比如說做植物欄做一些體驗的活動 那這個目的其實是重新拉近人跟自然的關係 不是說人不進入自然就好了 其實是人跟自然還是需要有關係 好 那所以各種不同的利害關係人 他在這個李山裡面他的活動 他就會扮演著就是人走過去的這個路線 他就會變得很重要 那個步道如何去支持人在李山裡面的活動 好 那剛剛大概講完的意思就是要講什麼呢 這邊我稍微重點一下 就讓大家稍微有一個概念 就是當是人生活的周邊的自然跟人的生活 必然會產生一些衝突 所以這個時候步道在裡面應該長什麼樣子 這會需要所謂的步道的分類分級 核心價值跟管理目標的確認 所以不是全部通 就像上一次冠宇曾經問過說 那個地方他們可能會用一些比較景觀化的木栈道 或者是會用水泥 但不是說不能用 看這條步道的經營管理目標 分類分級 什麼叫分類分級呢 就是說這個步道如果它是屬於比較原始的環境 它要提供比較挑戰的使用者的需求 那你步道就要怎樣 盡量不要做太多對不對 這樣可以理解嗎 這種分級對應到步道要長什麼樣子 那如果說我是在很城市的環境裡面的步道 那我當然就要盡可能提供大眾可以去使用 然後再不違反 像比如說上次冠宇給我看那個照片是 以前採煤礦的台車的路線 那我就覺得在這種情況之下你是要重現台車的文理的步道類型 了解我意思嗎 就是它不是只是做一個讓人通過的步道 它是要讓人家走進去感受到這個空間以前的使用用途的步道 所以它就會有這條步道的核心價值到底是什麼 就是核心價值就是指我這條步道的資源特色最關鍵的東西 我要讓人家展現出來的東西 那我不能 結果我在這個要展現台車的空間裡面 我鋪了水泥步道 就是又不自然又破壞這個文化的文理對不對 但是我如果完全做手作步道是不是也不適合 這樣大家可以理解嗎 所以所謂的核心價值經營管理目標確認之後 它所處的環境的敏感程度 人的使用需求到什麼程度 合理的承載量設在哪裡 這就是所謂的分類分級 這樣可以理解嗎 好 這個目的就是要在國外比較專業的術語 叫做ROS油氣理論 就是說你用這個油氣機會序位來處理各種利害關係人 在一個空間裡面 他們對於步道的不同的想像 所以不是說這是一個光譜 然後是要看你在哪裡 所以我其實討論事情的時候 我不喜歡人家直接就說不要用水泥 或者說不要用什麼東西這樣 不是你到底那個步道在哪裡 我得先知道這件事 否則我先下去都無法討論 這樣大家可以理解 好 那所以在人跟自然生活如此密切相關的理三 這種錯綜複雜的關係 各種利害關係人對於步道的想像的不一樣 我想這就是議員辦公室常會收到的問題 所以我才會說 就要確認這個核心價值跟分類分級 但是目前台灣其實尤其在地方層級來說的話 比較沒有分類分級對應到管理的整體規劃的想像 什麼意思呢 比方說你們可能會看健行筆記 健行筆記會告訴你什麼 挑戰級 然後什麼親子級對不對 這個東西親子級挑戰級只有處理使用者 沒有處理管理者啊 貼頭在講什麼 可以理解對不對 但是在國外來說的話 一個有整體規劃的政府單位 他會定出來說 我全國步道分成六級 在所謂的原始挑戰級 這個有沒有注意到 當我們用挑戰級還是親子級的時候 講的是人的觀點還是自然的觀點 人的觀點 可是當我剛剛說原始挑戰級的時候表示什麼 同時考慮環境的特性跟人的觀點 可以理解嗎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呢 他會說原始挑戰級 那我呢 步道就是樹根就是樹根 土就是土 石頭就是石頭 我盡量不讓它 懂得只要路線清楚就好了 這樣 那甚至呢 在那種荒野的等級裡面呢 國外他會說什麼 你連指標都不要設 你路也不要很明顯 讓大家拿著GPS 有能力的人自己找路 這樣 所以國家不會在這種步道上 還負責要指引你明確的路線 因為你就是有這種想要追求 自己要去挑戰的人的存在 你幹嘛要剝奪他的樂趣 這樣大家可以理解嗎 就算是山難了 那也就是他的選擇 這樣可以理解 所以當我這分類分級定出來之後 我才會知道我的管理作為 我的設施強度做到什麼程度 才是合理的 然後作為這個基礎的管理之後 我才可以跟各界不同的人 比如說里長來的時候 我就跟他說 OK 這邊不錯喔 這邊我甚至可以做無障礙喔 對不對 就是輪椅的人都可以走的 因為環境許可坡度平緩 條件不會破壞自然的前提之下 然後真的有這樣的使用者需求 還有連外交通 全部通通都有無障礙 那我這裡就做無障礙啊 這樣大家可以理解嗎 但是無障礙這個概念 不過我怕我這邊又講太多下去 就是說無障礙概念並不是等於 上次我是不是講英國的有講過 並不是等於斜坡到1比20旁邊有扶手 然後這樣子的 這樣叫做無障礙 不是啊 有很多軟硬體的無障礙嘛 對不對 所以要記得服務等級 然後設施提供的強度 但是不表示就要等於什麼樣的材質 這個討論其實是很細緻的 那不過我就先停在這裡 好 那我們剛剛李三 這概念我已經解釋完畢了 好 然後請各位同學待會兒 來跟你說明一下 好 那剛好人都差不多到期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來進行這個心理測驗了 那個坐很遠 然後現在開始覺得眼睛看得灰灰的人 他可以往前坐這樣 因為這實在是有點遠啊 我不相信你們看得清楚啊 好 因為要讓你們選啊 所以你們要看清楚這樣 你們在臉書上有沒有看過這個測驗 有嗎 有做過嗎 沒有啊 你沒有點進去做過答案 沒有 好 那 都沒有人做過 好 大家越越欲試很想做 OK 好 我們這裡就只是讓大家用直觀的直覺 好不好 就是你看什麼就是什麼 你不要問我說 欸老師 那裡面那個是什麼這樣 這就不是心理測驗了嘛 對不對 就是你看什麼就是什麼 你坐得遠的話也沒辦法這樣 就是你就是直觀的看 你覺得你最喜歡什麼樣的步道 好 你先不用回答 我在心裡面 大概花一分鐘左右的時間 靜下心來 然後呢 仔細的選擇 然後待會呢 要投票還要說理由 要說理由 所以你要想好為什麼 你為什麼最喜歡這種 好 都想好了嗎 好 好 OK 想好了 好 什麼東西 怎樣 六 OK 好 都想好了齁 可以問了嘛 好 覺得你最喜歡一的步道的舉手 一 一位 兩位 兩位 好 要記得你的選擇 好 選二的舉手 二 沒有 蛤 好 選三的舉手 等一下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九位 選四的 選四的 不可以 不可以 我剛剛就說下好一手想清楚 只能選一個 好 選四的舉手 一位 兩位 兩位 兩位而已嗎 好 選五的舉手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九個 好 選六的舉手 一 二 三 四 五 五位 好 都有頭齁 好 OK 那我們來看一下 有兩個有九票的耶 這個還蠻高的 好 那我們先從那個共識最高的就是沒有人選那個開始這樣好 二為什麼沒有人選你不喜歡他什麼 好 我們來歸納一下大家喜歡不喜歡的元素 不喜歡樓梯 還有呢 曬 沒有樹 水泥 沒有樹 水泥 沒有樹 下雨會滑 下雨會滑 如果 剛剛說曬之後會滑就不容易成了 很厲害喔 晒旁邊沒有樹 下雨的時候也不會滑 也不太容易長青苔啦 除非 好 那 好 你說基隆的特殊性就是 這樣也會滑就對了 好 OK 到底 好 然後滑倒 滑倒其實比較危險 因為它是硬的路 好 好 還有嗎 沒有了 這麼多不喜歡 好 那 選一只有兩位 來我們來聽聽看 選一的原因 喜歡什麼 樹亂亂的 對 所以表示感覺比較多其他的特殊性 樹形比較 比較亂表是比較自然的意思嗎 可能比較亂表是比較自然的意思嗎 可能比較亂表的路 那是比較小 OK 亂亂的來說的話 是不是也亂亂的 看起來都是同一種 好 OK 好 你感覺裡面會有很多生物躲藏 就對了 所以喜歡很多生物 好 還有嗎 自然生態的感覺 那哪一個沒有自然生態的感覺 生物感覺躲藏比較多 好 還有沒有 那其他人為什麼沒有選 他難道 你們不喜歡自然生態 生物很多的感覺嗎 你們 蛤 不 只能選一個 不喜歡藍藍的 是 藍藍的是什麼 那你覺得 你選的 你覺得藍藍是什麼 天空在那個地方 有沒有人 另外還有一位啊 為什麼只有一個人接受考問 另外一個也選這個的 你覺得藍色的東西是什麼 你想像 這應該是光線折射的光線 光線折射的光線 所以你喜歡那種光線 所以你喜歡那種光線 環境 生物很多 OK 好 關於那個藍藍的到底是什麼 有 我聽過別的 因為我們其實在別的地方上課也會問 其實這東西有很大的差異 地方差異 在高雄的人講的 跟在台中的人講的 在基隆的人講的 其實很不一樣 這個 但是 很多人會提到說 它可能是某一種野花 然後就有人會認為那是外來種 然後或者是有一些人覺得那是溪流 很怪 OK 好 因為呢 你們這裡的溪流的感覺不太一樣 你們家裡如果去別的地方爬山 再淡藍這個區域的 森林的顏色跟溪流的感覺 跟別的地方是不一樣的 等你們多走一些就會知道 所以別人會覺得是 那種緩的溪流是有可能的 但是不是在你們這裡 OK 好 所以 那一樣有選二的四 第四 四有兩個人選 四大概是在基隆得票最低的 從來沒有那麼少過 好 來 選四的舉手看看 為什麼 來 數 數 數 然後光線進來 遮遮掩掩掩掩 是好事嗎 好事 OK 好 那六跟五的光線不含蓄嗎 我剛剛選六跟四我選不太出來 哦 六跟四你選不太出來 六跟四的光線有很像嗎 什麼 什麼 我不知道是錯感 我覺得 就是那個 那個 那個 好 你喜歡 好來 那你呢 就是你想像它是四驅的行道數 OK 好 所以你喜歡 一個是講到光線 光線 然後一個是比較喜歡整齊的數嗎 還是怎麼樣 對 對 好 進化空氣的 好 好 那 其他都有數啊 像五 六 一 為什麼你們不會選 六跟五不像行道數嗎 像不像 四比較像 四比較像 OK 好 好